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ASDA这样的一个走势看起来也不错啊 创了近期的新高 虽然说道琼是跌的 但是道琼也是在对不对 一个相对的盘整的一个高档区 那有可能对不对再涨一波 因为毕竟你看到欧洲的股市 现在的德国法国都还不错 德国对不对现在德国也是啊 对不对现在还是涨 德国昨天跌今天呢跳空上涨 法国呢对不对 最近创了历史新高之后拉回 但是人家是创了历史新高 也是相对台股来讲 来到一万八千多点的位置 但是台北股市呢 开小高之后一路撒了 一路撒 本来我盘中说尾盘可能会拉起来 有啦有小拉但是又拉不起来 大家的持股的信心太弱了 这边就是没人要玩啊 你看到这个成交量对不对 一千九百九十八亿 你说往下创下创取量 那也漂亮但是创下去没有量耶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基本上啦 该创的都创的差不多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有些股票本来就该跌了 该创的都差不多了 再来量不够大耶 代表说这个买方的力道也不够大 买方的力道也不够大 所以就会比较难玩 再加上说你看嘛 今天很多人来问我这些股票 说实在的啦 我说有些人买什么 上前 上前 那今天打下来 买在高然后打下来怎么办 或者说买什么 买什么药局概念股 什么大树 什么新衣 哇 我说实在 我说实在 有时候真的 你买生计股 我常讲 真的你要知道他做什么的嘛 好不好 你真的药局股 长这么凶了 对不对 然后呢本益比也相对的高了 本益比也相对高了 说真的啦 不要乱追啦 大树第一季才赚你快多嘛 好像是嘛 我真的对那个也都不熟啦 说实在 当然啦你说这些做通路的 你说像大树 对不对 这些做通路的 当然他一定是会比7-11好多的啦 比全家那些 他的毛利率应该是比较高吧 但是本益比也那么高 对不对 他股价涨到天上去了 你低档没买的 他是从八十几块 八九十块 对不对 八九十块涨到四百多块耶 都比合一还贵了 你觉得 你觉得这种你买得下去吗 说实在的我真的 真的有时候 市场上就讲什么墙 大家都一直讲 对不对 有些人就是喜欢追墙 结果呢 你看最近都在修理这种 昨天那个 什么4728的双美 双美涨停 今天一开盘就跌停了 今天一开盘就跌停了 昨天涨停板了 我问你 你昨天看这个K线 有没有很漂亮 很漂亮啊 这个对不对 昨天上涨 对不对 然后呢 关紧币整理 然后呢 哇 昨天关出来 紧币关出来 哇 工涨停耶 对不对 这个线好漂亮啊 今天只要一开高 可能又一根了 可能又 对不对 可能又一大段 那结果呢 今天主力 关门放狗 关门放狗嘛 对不对 锁了1539张 完全不给你出嘛 你能 才出掉279张 那这明天应该 还是比较惨 所以 真的啦 就是这样子 大家乱追乱杀 你看这阵子 你看台船嘛 有没有 台船跌几天 台湾跌很久了耶 每个都在讲军工 每个都在讲 美国军火商来台湾 真的啦 我说实在 你要买也是买 你自己熟 真的有赚钱 好不好 真的有竞争力的 如果说真的没有赚钱 你看 也跌成这样 你说像汉翔 我还可能认同一点 但是也涨多了 我也 我也比较没兴趣 因为以前汉翔 根本就不太会动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汉翔几百年都不会动 对不对 你看这汉翔 这几百年都不会动 104年开始就是44块 跌到20几块 都在20几块放来放去 因为获利不好 但是从去年到今年 已经20几块 已经涨一倍了 我不敢说它死掉了 但是你说 对不对 这种股票 说真的它只是题材而已 它只是题材 你全世界能够做 对不对 能够做飞机零件的 我相信有很多 有很多 对不对 那它的竞争力在哪里 你能评估得出来吗 我是真的不懂 我是真的不懂 所以不敢碰 不敢碰 至少你不要被杀到 真的被杀到 如果说 对不对 你像雷虎长到 长了好几倍了 万一真的 这个营收获利不如预期 怎么办 这可能又是一个历史高档 这已经来到历史新高了 这股价都来到历史新高了 所以这阵子就是 这些股票在杀 然后也拖累了市场信心 那就 反正该杀的 害怕的就杀一杀也好 但是 你说这个 台积电今天跌破五百块 我是觉得 有点过分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过分 因为毕竟 你说台积电不止五百块 对不对 台积电当然 绝对很好的 巴菲特也承认他是很好 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像下礼拜那什么 英国的前首相 那个女的要来台湾 真的不要来 我说实在的 上次裴洛西来 把台湾的股市也是 搞得大震荡 对不对 这是特拉斯 我也不知道 那来会不会怎么样 我是不清楚 因为毕竟他也没什么代表性 对不 他一直做没多久的首相 然后呢 把英国的英镑 搞到跟美元一样的价钱 那真的很好笑 那这种人来台湾干嘛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我说实在的 好吧 你美国要 美国要支持台湾 那你干脆派两个师 驻军在台湾 不要叫我们的小孩子去当兵嘛 我们花钱 给你美国驻军好了 不可能啊 你看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 美国人敢派兵吗 不敢啊 对不对 美国人都是西兵都嘛 死道友不死他自己嘛 不叫你去打仗 你去打仗 对不对 所以真的啦 不要闹 我常讲真的不要闹 你看台积电就 今天 第一个台积电也不强 对不对 台积电也不强 那也拖累了市场信心 你再来就是 这些股票杀的乱七八糟的 昨天涨停了 昨天你看那个训联 昨天创新高嘛 昨天什么再生医疗三法 创新高嘛 昨天股价创新高 今天就大跌 也影响了市场信心啊 你说这个常胜嘛 大家都在赌啦 大家都在赌说 这什么再生医疗三法会过嘛 因为毕竟 他如果说二期就可以了 二期就可以 好像就可以 就可以变得好像 有点假性的药症一样 那可能 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利多吧 那我比较不清楚 因为再生医疗这种东西 也是很难耶 对不对 干细胞这种东西 我知道啦 我听说 听一些朋友说过啦 你说干细胞的东西啊 中国大陆是最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人体试验太多了 他们那些死刑犯啦 然后什么 有的没有的嘛 他们军方的 中国大陆军方的干细胞最强 干细胞的 那个 研究是最强的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嘛 那当然 你说今天合一 对不对 今天合一的外资也没卖嘛 头信也没卖 我本来以为 头信可能又要卖 但是头信也没卖 但是也是这样啦 大家没有信心就把他打了下来 但是你以合一的位阶来看 其实他在年限附近嘛 对不对 这边其实呢 你说贵嘛 不贵啊 你不想等你就卖一卖就好 我常这样讲 想等的 这边绝对不贵 这边绝对是很好的机会 就像说你说药华药嘛 对不对 因为澡盘本来看起来有大量 但是也没有 但是这个量还好 没有说很大 所以为什么说 你这边有药华药 你不要乱加嘛 对不对 你不能像 就是老师这样 哇每天都买 每天都买 每天都买 一路加嘛 不行 因为毕竟我们还看不到 这种一个比较大的反转的讯号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其实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什么叫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其实最重要是价跟 就是量跟价 你K线都很多都是假的 什么APP 什么软体指标 技术指标 对不对 昨天涨停 翻红 哇大买 每个老师昨天应该都讲什么 双美啦 下面挖钩的 杏伊啦 今天跌停呢 是不是放空就大赚 每个都跟神一样嘛 哇今天今天该讲什么 啊 该讲红色吗 我一个同学在红色的 那是去年营收地盐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你说它有很好嘛 也没有很好 但是就是不错而已啦 我这也是告诉你说 其实台积电还是好啦 我说实在台积电还是好啦 你外资要卖台积电 对不对 可能为了一些政治地缘 或者说什么一个美国 什么国债啊 什么要倒这个谈判 还在那边拖延的影响 你要卖那 那我们也没办法 对不对 这个外资 每家公司的政策不一样嘛 但是你说台积电 要不要再涨 我觉得是要啦 因为毕竟你说 以价值 以未来性来说 对不对 就像说今天一个 NVIDIA嘛 又下集单 给台积电的先进的封装 所以你看到台积电 其实不只是上游的金元 它连封装 其实到高阶 都是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你说精裁那些 真的是 未来都会很好 因为 毕竟你做到越高阶的晶片 你那些厂商 不可能说 再把那些高阶的晶片 再分出去 给其他的封测厂去做 有时候会 会有一些风险 甚至在一些成本的考量 所以你说台积电 光是台积电 自己的封测厂 光是台积电自己的封测厂 它的营收 其实已经可以占上 全世界前几大了 可能很多人不明白 真的 你说台积电不只是做 金元代工 上游的金元 它连下游的 一条龙的先进的封测 那些产值就已经很大了 可能是全世界前三大了 第一大当然是日月光 第二大是艾克尔 第三大就可能是台积电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会强 它就从上面到下面 它自己做的 很多都是自己做的 那这是题外话的 你都看到说 真的啊 很多 长很多的 然后就这样杀下来 当然会影响到市场信心 你说像这什么 明达一 是跌得很惨嘛 真的 真的啊 有时候长得太多 不要去乱追 最后的喷出这样子打下来 会很痛 有没有我常讲说 那您 前阵子代会员买了太福 我说真的啊 你 我们不是买一百 也不是买七十几 对不对 你历史的轨迹来看 这个历史的高点一百三十二 还有 之前前几年还有到一百块 还有到多少 八十几块 还有到多少七十几块 那我们买在三十块附近 对不对 买在这三十块附近 买在这种低档区 就是等待嘛 为什么要买 因为那天爆了大量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讯号 你知道吗 在一个历史的低档区 爆一个很大的大量 而且利空出来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很怕说 他为什么要增资 是不是公司要倒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减资 是不是公司要倒 但是你要想 外资卖那么多 那天应该外资卖蛮多的吧 外资卖了一千多张 一千九百多张 对不对 那成交量九千多张 那可能有些散户也卖掉 认赔卖掉 买在七十的 买在八十的 买在五十的 买在一百的 可能都卖光光了 害怕了 但是谁去接嘛 敢接的人一定很勇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最近 反而他慢慢的起来 他慢慢的起来 他慢慢的起来 如果说要证过了 他有没有机会 大涨一波又了 当然也是要看他 未来的一个营收的表现 对不对 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美食 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保瑞 当然呢 就要看他公司努不努力嘛 对不对 你说保瑞也是三十几块 我讲难听一点 保瑞也是三十几块涨上去的 涨到现在七八百块 对不对 保瑞的一百零六年是三十一块 这是六十七二的保瑞 现在八九百块 炸仔也不会保瑞 千金难买找 我常讲千金难买找知道 真的千金难买找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嘛 它有很多种可能性 对不对 但是说你买对的产业 然后好的公司 这个老板很有企图心 真的 一万一起来了 真的吓死人 三十块涨到 对不对 今年涨到八百五 三十倍 你一百万变三千万 你一千万变三亿 对不对 就像那时候 我跟你讲 去年我常跟你讲 腾辉的故事 也是一样啊 十块钱的成本一个朋友 十块钱成本两千张 十块钱涨到快两百 几倍 二十倍 两千万变成多少 两亿 现在腾辉也是有八十块 这也是非常稳定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 我常讲真的要比气场 比谁活得久 比谁活得久 你买对的公司 你买好的公司 你买在一个比较低档 长线的低档 就看谁活得久 你要最高杀利没办法 你这种股票 这种行情你怎么做 你老师长都不会中华化 这几天买什么南光的 南光前几天大涨 每个都南光 南光 光到现在 跌停板 对不对 九正 前几天大涨 今天跌停板 对不对 又套了一屁股 对不对 中华化也是一样 是不是 真的啊 有时候你不懂 就不要乱坚顺电 真的 你看中卫也杀成这样 对不对 那要等六月份的什么 数据 然后可能会 对不对 会拿那个 那个数据出来 它可能会变成一线用药 艾滋病的一线用药 但是 你股价涨多了就是不对 我常讲真的啊 对不对 尤其是你当还在等数据的时候 你看何一 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数据也没问题 光是等个要证 就等到你受不了 光是搞个授权也搞到你受不了 何况你连数据是好坏 都还不知道 那你怎么可以再 对不对 比较高档 涨那么多的时候 你再去乱追 这不对的嘛 就像那时候北极星一样 对不对 很多老师跟你讲北极星 很多达人跟你讲北极星200多块 解盲了 哇赶快来追 等解盲成功会喷出 全中华民国也只有我告诉你 这边是卖点 你不要去 笑想什么解盲的行情 解盲过也不一定好 因为它已经涨太多了 解盲前已经涨太多了 后来呢 崩盘 没人在讲 现在谁在讲北极星 没有人的啦 这个股市都很现实 那些达人也很现实 网路也很现实 对不对 涨的时候每个都 看到多少 看到多少 跌的时候每个都 哇 对不对 下看多少 下看多少 网路上就是一堆领便当的 对吧 涨的时候捧上天 跌的时候呢 喊到又下地狱 但是不用啦 我常觉得真的 股票不是这样子玩的啦 真的 有它的价值 每家公司有它的价值 你看现在的期货还好 涨9点 对不对 那看明天嘛 明天 今天的红海法说嘛 公布第一季的获利 好像才赚一块钱嘛 那最主要原因是 业外的亏损 投资shop的任劣亏损 这样也好啦 你一次把它这些 对不对 利空把它打出来 好 利空把它打出来 我觉得就是好事情 你说毕竟你鸿海集团 真的啊 你像譬如说 对不对 五二十三的乙胜 营收也都增加 对不对 四月份 营收年增三四 这很难得 在现在这么不好的时候 对不对 乙胜的四月营收也增加 所以你说乙胜 对不对 OK啦 这也不贵啦 你说广宇 真的都不贵啦 六二三五的华福 第一季赚一块嘛 对不对 现在本益比也快二十块 二十倍 是不是 本益比快二十倍 那你说广宇 对呀 本益比大概十几倍吧 富顶当然第一季比较差一点 今天股价也比较弱 但是你说啦 郭台铭、陈台铭买在八十八块 他们是笨蛋吗 绝对不是笨蛋 绝对不是笨蛋 那当然一定要搞大的 对不对 就像那时候飞鸿 最近的就是飞鸿 那时候台铭买在四十块 台铭买在四十块 股价也晃来晃去啊 晃了一阵子啊 对不对 后来呢 噴了一倍啊 噴了一倍啊 所以 这边其实我觉得跌下来很多股票是机会啦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啦 除了你说政治的风险 我是 我是没办法控制 这种东西我们就没办法控制 但是 只要忍耐过去都是好 如果万一有政治风险 要不然你看不到任何的风险 讲难听一点 CPI也是 对不对 也是下降的嘛 联准会 你应该也不敢再乱讲了嘛 对不对 你看到CPI下降 你还要那么强硬要升息吗 还要再让银行倒吗 应该 他也 他也不太敢嘛 对不对 那你说 美国的什么债务的危机 不会啦 也不会倒啦 美国倒那不是天大的笑话 拜登还想选吗 那历史流明了好不好 唯一的美国总统对不对 让美国倒债 美国破产 那还要选 那不用选了嘛 这也不可能 就是拖而已嘛 对不对 一边要 一边要苹果 一边要给香蕉 对不对 两个在那边画巴拉肩 画到最后会解决嘛 那现在你想要台北股是这么弱的原因 我个人只能觉得啦 就是政治风险会比较高一点嘛 不然其实你说很多股票 譬如说好 我拿最弱的 譬如说你说像这个 金元代工里面最弱就利基电 677 677 利基电 最弱的是利基电 金元代工里面最弱的是利基电 有没有 以利基电的位阶来看 它是在多少的位置 这边其实是在一万二一万三的位置 利基电已经打到一万二一万三的位置 那你说它还能够再往下破多少 相对的风险也有限 对不对 相对的这个 以利基电来看风险也有限 所以现在就是第一个市场没信心 大家一堆隔日冲也把盘都打坏了 散户也是把盘都追坏了 对不对 追错的就杀 追错的就杀 看到什么跌停就开始砍 砍到都哀哀叫 你看宝瑞也是一样 宝瑞这个土城永灵 对不对 不是这样啊 那一天你自己去查 这边他买了四百多张 这边他没有 他才出几张而已 几十张而已 我那天有特别看一下 还有好几百张 这几天我是没有在查 他到底有没有认赔出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我也懒得去管他 就是这样啊 你们这些隔日冲也是自己搞死自己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聪明 大家都会去看 看说盘后哪些进出的券商 当然你说凯基台北 土城永灵啊 什么摩根斯丹利啊 这些啦 对不对 什么松山哥等等的 大家都很熟嘛 当这些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害怕嘛 是不是 大家都算得比赶快 所以他们也是 有点难做的 但是他们又 又爱做也没办法 对不对 他们又爱做也没办法 反正他们钱多啊 我只能这样讲 有时候就是 反正人家也可以退佣嘛 资金也雄厚嘛 所以你也不用管他输多少钱 但是我们自己的钱 我们自己要顾好嘛 对不对 我常讲说真的你买低档的 实际到了 他就是该发动就是要发动 该发动就要发动 就要说你说 对不对 今天盘不好 反而 对不对 这一家今天是大涨的 本来还要冲 冲得很高 盘太烂了 他营收还是翻倍嘛 对不对 这一家呢 最近都在多方抵抗 因为毕竟这个 他们同族群有些都已经开始直纹 所以真的你说 股票真的最近很难玩 我只能跟你讲很难玩 不会像别的老师一样每天赚 真的每天赚吗 我看都输死了吧 对不对 输到脱裤子了吧 当中的应该也输到脱裤子 然后每天追高的每天都讲涨停的 软体指标应该都输到脱裤子了 真的啊 太难玩的盘嘛 有没有 昨天涨停的股票今天跌停 有些还关门放狗 对不对 一早就跌停 对不对 一开盘就跌停 关门放狗 才279张 昨天1000多张 你怎么出 很难啊 连隔日冲都 对不对 都很难 你看像那种大树 不对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出 对不对 还可以开低的时候 还可以如果在这边 有些当机立端认赔出 还可以出得到 对不对 一开盘 一开盘就跌停了 你怎么出 什么奇迹 6285 像这种也是 也不错的公司啊 既然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一下子就给你打跌停 一下子就给你打跌停 昨天是这个 违影 一下子就给你打跌停 有没有 而且你会变得说 这边很乱 没有一个人出来 主持正义 对不对 因为我们 我们也不是 在国安基金嘛 我们也不是控盘者 如果我是控盘者 我讲难听什么 今天很简单啊 台积电我就给你拉到500块以上 就不会杀那么多了 对不对 我今天就给你拉鸿海 拉台积电 毕竟你说 你说 以整个位阶来讲 台积电 不贵嘛 台积电最有价值嘛 而位阶来讲 你说鸿海 真的电子五哥里面 它是没长到的嘛 你动它也是有道理嘛 对不对 就不拉嘛 对不对 我们没办法啦 我们就是 对不对 你看我在看盘也是 哇 哇 这样 回盘量越杀越深 越杀越深 大家就 信心就越来越弱 大家就 本来要反弹 本来有可能要拉起来 对不对 结果又越杀越深 因为大家看到台积电 哇 破500了 对不对 大盘就跌了 跌了100点了 阿金啊 歪啊 歪啊 台积啊 对吧 就这样子嘛 但是你把股票烧在低檔 有时候也不对啦 就那时候一万二的时候嘛 对不对 我那时候跟你讲 选举行情 那我那时候跟你讲选举行情 很多人跟我讲 老师你错了 你讲选举行情讲很久 应该要放空 应该要放空 就后来 放空的都死光了 对不对 放空的都死光了 所以我还是认为啦 台北股市 今年明年一月要选举嘛 今年绝对有总统大选行情 而且绝对会很大 绝对会玩得很大 你放心好了 对不对 这些人都很厉害的 你看连军工股 对不对 这个雷虎 无人机 坐遥控飞机的 变成无人机了 变成军工了 都可以涨四倍了 你说今年没有大行情吗 绝对有 但是这一段最难熬的时间 尤其最近 最难熬的时间 你要撑得过去 我希望你要撑得过去 真的啦 不要追高杀低 手绑 稍微绑起来一点都可以 买低档的股票 好不好 还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来电 好好的把握 这边不要乱追 也不要乱杀 好不好 把电话拨通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也欢迎各位来电 也祝各位超顺利 赚大钱 明天再会 拜拜